我們看看這題目 右圖中每一個小平行四邊形皆全等 OA項量OB項量如右圖所示 設OP項量是等於XOA項量加YOB項量 其中XY為時數 是由下列各條件畫出P點所成的圖形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X加2Y是等於1 那麼在這裡我們讓這OB項量 這是等於兩倍的OB項量 那就是OB項這個點我們標示在這裡 那麼這是OB項量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以 這2OB項量帶入OB項量這裡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OP項量 這等於XOA項量 加上這是2Y然後OB項量 響量 那麼這時候 第一小題的這個限制條件為 X加2Y是等於1 所以在這裡 因為 這X加2Y是等於1 所以 這P A 以及 B' B' 這三點 是貢獻的 因此呢 這P的軌跡 為一直線 而這一直線 是通過 A跟B' B'這兩點 所以呢我們所得的就是 這個圖形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X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1 Y大於等於1 小於等於2 在這裡 我們可以取 這OA項量 這等於10 然後OB項量 這等於01 那麼 這時候我們在這裡 就利用OA項量 以及OB項量 建立一個新的斜坐標系 那麼 A點我們就可以標示 這是10 那麼 往-的方向 這裡是兩個單位長 所以呢 這裡標示A' 那麼這個點坐標 我們就可以標示 這是-20 那麼在這裡 我們可以標示B點 這坐標是01 那麼 C點 這時候 這是平行對過來 這平行對過來 所以呢 C點坐標 我們就可以標示 這X是1 這Y是1 那同理在這裡 我們可以標示 這是一個 X等於1的 這斜直線 所以呢 這X坐標一定是1 那Y坐標 因為呢 在這裡是兩個單位長 所以對過來 這Y坐標會是2 那同理 這個直線呢 是X等於-2的 這斜直線 所以呢 F點 我們標示 這X坐標一定是-2 這1點 X坐標也一定是-2 那這裡呢 是B點 這對過來 所以這Y坐標是1 這裡呢 是D點 對過來 所以這Y坐標是2 所以呢 在這平面上 任何一個點 我們都可以把它坐標化 那這時候 OP向量 這等於X OA向量 加上Y OB向量 所以呢 這是X 然後這是10 加上 這Y 這是01 所以呢 這等於 這是X0 這個向量 加上 這0Y 這個向量 所以呢 我們得到 這是X Y 這個向量 那我們取O點呢 是我們的坐標原點 因此呢 這OP向量 這表示是呢 就是P點坐標 所以呢 P點坐標 是在平面上的點 但是呢 這時候X 限制在-2和1之間 所以呢 會限制在 這兩平行線之間 然後呢 Y 是大於1 小於2 限制在1和2之間 所以呢 會被限制在 這兩平行線 之間 所以呢 我們取交解區 就是著色的 這個區 因此呢 這是P點 所形成的圖形 我們贏出的 有收視率 我們